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伟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说过 这个保守党政府 单方面完全惊向以色列的政策 等于跟拜登一样 等于是踩自己台 英国的小组织有多少 之前保守党连输两场补选 想不到再有一场补选 都是输了 原来英国国会下议院 就进行Rochedale选区的补选 左翼候选人前议院 加勒威 他是利用选民 对以色列现在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的 怒火 是赢了这场选战 亦都是他 差不多10年了 他15年以来 首次重返国会 差不多10年了 原来 这场补选也是涉及了 又是有人被 扣武之后 反右反右反右 亦蒙上了阴影 当然那些右派就很简单 什么都说你反右 你支持巴人 你记住不是支持哈瓦斯 支持普通巴人 他们都靠你无纸 有很多右翼人士 不是全部 是极右 你说 所以 穆斯林就在兴 很厉害 是呀 在英国那里现在就做事了 票债票场 我想起了 这次票债票场 69岁的Gallery 他在87年 就是首次当选英国国会议员 代表 Vikers Party of Britain 这个 Vikers Party of Britain 其实就叫英国工人党 不是工党 他 参选就是 这次 他在这次的补选 领先第2 高选票对手近6000票 以 接近4成的得票率 赢了Ruchdale 的这个选区 在这次补选当中 主要的反对党工党 以及 代表这个党的候选人 原来叫 阿里 这些都应该是 这个阿里 都是某宗教的名字 是保持距离 你记住主要反对党工党 和代表这个党的候选人 是和他保持距离 因为他们之前 就被 是指控他们 就说 原来以色列 是允许哈马斯去年 10月7号是动手 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就不是 也有些媒体 记得是当时代塔 纽约时报等等西媒 早就知道10月7号发生什么了 应该就不是 这件事屈他 加努威 长期就被 指控引起社区的紧张 这次他可以 赢得Ruchdale的 议席主要 就是 打巴勒斯坦牌 就说 现在加沙地带 的冲突 当然他不想见到 他这么说 还有 就说 他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口 过半 三成 没有那么多 但也够 够赢 够赢 原来英国的 所谓的 NGO 就叫做 对抗反游主义运动 的法人 就是加努威 其实有故意 激怒 犹太社区的 恶劣 纪录 这样说 当然 是不是真的有歧视 如果有的话就应该告他 如果有的话就应该告他 看来 暂时就没有任何的 起诉 之前工党都已经输了两个地方 当然 他输的 就输给在野 应该是 sorry 倒转了 保守党 是保守党输了两个议席之前 在2月中的时候 就输给在野工党 在野工党是大胜 也从保守党手中 夺过议席 也反映了保守党今年可能 年底会大选 最迟是明年1月底就是选举 可能今年年底可能大跌 可能是输得怕了 一到今时今刻 其实工党仍然 在民意调查上是领先保守党 超过10个百分点 超过10个百分点 还有 现在很简单 这些议员 打一张牌 如果英国再这样 是狗撑以色列 可能英国人也会大碌 是会这样的 第一件事 当然英国货船 在红海 当然没有安宁日子过 在上个月底 二十多号 一艘货船 遭到两枚火箭 还导致上面有消防事故 但作为英国军方的 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也说 美国领导的联合军事行动就对 红海 沿岸 胡塞武装的基地是发动公势的 但是我们说过你没用的 最多是压禁了 我当你压禁了几个星期 它又出现了 但是它又出现了 当然胡塞也说 你这样对我 我们也不会停手 我们也不会停手 就算英国 也是担心 英国人也担心 你这样搞搞搞搞搞搞搞我们 普通老百姓 英国和美国一月份 也对胡塞的目标发动了联合的攻势 他们手上心为诚意 这次是有限的单一行动 但是自此以后 也发动了几轮的打击 随着胡塞 他承诺继续 不会比你们好过 似乎还有更多的活动 原来 英国在也门的调文社区 虽然规模很小 但是 也有8万人 有英籍的 也有很多 第一批也门人 原来 就在 1900年代 到达了 北部城市利物浦 小弟以前住的地方 他们是海员和家人 现在 这个城市仍然有万多的也门人 当然有些人就回到也门 有些就继续留在英国 现在留在英国那批人 其实他们也担心 是会被人家针对的 好像一位 这些都很明显某宗教的人士的名字 艾哈马迪 原来 是利物浦开一间商店 他听到这些消息 他震惊到担心 目前 他们仅仅限于军事基地 而不是进一步深入城市 但是他也担心会蔓延 他也说他还有很多亲友在亚门 所以非常担心 亚门近年来也遭遇了很多冲打 这次会不会又是 就像放菠萝那样 这场危机似于11月 之前10月7日大家知道 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动手 亦令到1200名 无辜的人离世 以色列开始就对哈马斯 统治的加沙动手 胡塞就开始向红海船席 是吹火箭 和无人机 其中大部分 都是英美 和以色列的船席 当然 你之前有一个丹麥船 因为他 和英国有关系 都是吹火箭 胡塞也说他们的行动 是对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和若旦河西岸 和他的盟友 支持他的军事行动 要报仇 这组织的领导人 组织领导人也叫胡塞 也是叫胡塞的 阿卜杜拉胡塞 他的部队 就已经准备好 是不是 这个我都吹大了 我们准备派演几十万人进入 在巴勒斯坦 是不是 是不是 几十万人可能没有 三几万人可能加加盟都有 几十万人 很大 绝对是说敌人 这个我觉得他说大话说大了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已经造成三万的巴人离世 这个也是 对10月7号的 这个布偶 虽然以色列表示 我们希望粉碎这个组织 要令到它完全 是毁了的 消灭才行 但是人权组织和国际机构 和一些西方 和其他 南方国家领导人 对于这么多平民 离世的数字感到震惊 分析人士也认为 鉴于 巴勒斯坦事业 其实 现在对巴勒斯坦事业的 这个支持 也是大大增加了湖塞组织 在国内外的 支持度 而且 这些支持度在侨民当中 也是反映出来的 原来也有另外一位在利物浦经营住 一家 是小店的人士 是另外一位 他的名字 跟你们前手上的名字一样 叫纳吉 这也不奇怪 因为某中间人士的名字 很多都是 那些 都是那些 重复都不奇怪 大多数药门人 其实 是反对 胡塞武装 和他在国内的 这些议题 因为他们分裂国家 也受到伊朗政权的影响 但是 他们一说撑巴勒斯坦 这件事之后 原来 很多乡里都说 胡塞这次终于做正事了 所以我们说 他现在拿着这支旗 是永远都动不了 他这支大旗 是永远倒不下来的 他就说 原来 现在很多乡里 都认同胡塞 亦都说 这个 就是为了帮我们 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兄弟 这样说的 当然 这些支持巴勒斯坦 其实 正常的穆斯林 应该都是 支持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 当然 我们经常说 这些姜毒组织 他们都是穆斯林 现在又不出声 这些很好笑 唯独中国的东西 他们有很多东西 当然胡塞 是一个与伊朗 结盟的组织 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 是为了 应对沙特阿拉伯 在亚门的影响力 这个组织 在14年推翻总统之后 亚门也陷入了内战 当然内战也跟 沙特阿拉伯 撑得陷一陷 但是 上年开始 就有改善关系 根据联合国统计 也挺大事的 亚门内战已经造成37.7万人 400万人流离失所 2002年 其实大家都动手少了 虽然 停战的协议正式到期 但是战斗 也没有大规模恢复 很少 基本上可以说是平息了 暂时我不敢说得多 他也说 刚才那位 纳吉他说 我们很大挑战的 特别是想到家乡的 乡亲 英国亚门社区 每一个成员 和 他们的朋友家人 都是亚门的 但是 英国 向亚门 胡塞动手 是有限的 不是整个国家 是特定地方 社区的感觉 是亚门无论如何 都已经被摧毁了 所有 有限的打击 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担心 重新是有内战 没错 亦都声称自己在 亚门 在鸿海一带 已经招募了几万名 新的士兵 所以中东的分析人士就担心 招募人数激增 可能会令到 亚门的力量平衡 是不同了 并且 阻止内战的 持久停止 我反而觉得 不会 我反而觉得不会 因为现在他们一致的外敌 是 西方 是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